汽車世界 歡迎收看汽車世界 今天非常的開心 因為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來參加發表會 今天從南洋實業這邊呢 我們得到了一個特試車 它是屬於Tosan的特試車 它搭載了一些套件 同時它也擁有一個新的名稱 它叫做Tosan Shadow 它做了哪些改變呢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總共有100輛 可以供消費者來做選購 另外在售價的部分 則是96.9萬元 只有一個車型 而它搭載了所謂的夜幕套件 所以它在外觀以及內裝上面 都有一些比較訴求運動化 同時比較訴求黑色 這樣子的塗裝來做呈現 車頭的部分呢 最明顯的在於 它整個水箱護罩 內部的柵欄組 全部都使用了亮黑色的塗裝 另外如果你看車側的話 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 它在後視鏡的試蓋上面 使用亮黑色塗裝 而在鋁圈組呢 雖然一樣是18寸的鋁圈 但是它也採用了亮黑色的塗裝 至於在車尾呢 最明顯的我想 會落在它的尾翼 尾翼本來就滿大型的 但是這一次透過塗裝上面 顏色上面的改變呢 讓它看起來更為的低調 同時呢也更有運動感 我剛剛肉講了一個 它的車色 這一次這個新的車色 它叫做野戀灰 還滿老口的一個名字 但是呢其實我覺得它這樣子的車色 搭配上一些黑色的套件呢 看起來呢確實還滿亮眼的 至於在內裝部分呢 其實就是一些細節出的妝點 如果你在駕駛座往下面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使用了更多的金屬材質 來做你踏板上面的一個覆蓋 另外呢在全車的座椅 這一次使用了類脊皮 以及皮質雙材質來做包覆 另外在旁邊呢 你可以看到一些紅色的車篷線 為了塑造它一些比較跑格的感受 當然這個是大體上面的改變 而這些細節呢都是屬於夜幕套件 裡面的配備 至於在基礎的動力 一樣採用了1.6L的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它是四缸的 最大馬力177P 風直扭力則是27公斤米 搭載上了DCT的七速雙離合器自首排變速箱 其實我覺得以整個動力的輸出 以及展現來說 我們在之前的試車都已經為大家來介紹過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可以看一下我旁邊的這個連結 點進去看一下我們之前的試 小蓋看的圖上大概是什麼模樣 再加上它擁有特別經過賽道調校過的遺正器 所以其實經過之前的紐柏林的測試 以及歐洲設計中心的非常多的測試來說 我覺得圖上它都是算在中型SUV這個機器裡面 比較運動化的一個產品 當然它也搭載上了 Hyundai SmartSense 的安全輔助科技 包含了我們之前提到的全速域的ACC 以及車道偏移警示還有輔助功能 雖然我真的覺得它很像是車道維持功能 另外還有像是AEB前方預警煞車的功能 全部的東西都包在裡面 其實我覺得它已經算是一個非常完整的車型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持續的鎖定訂閱分享按讚 記得把小鈴鐺打開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多的試車報導 掰掰 我們請坐他的�客 這麼快